报朱婷突传坏消息 女排新帅手袖受阻 郎婷式悲剧恐将重演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来跟球迷详细的聊聊 那么在开始话题前 也把老题目前的球迷 能够给个点赞和关注 下面咱们言归正转 聊聊朱婷和女排新帅的话题 我们都知道 自从中国女排势力东京 主教练郎婷宣布离人后 需要排协为中国女排解决的问题 不占少说 其中当务之急需尽快落实的 有确定好中国女排未来新主帅 其次就是女排队伍里的 当家核心球员朱婷 手腕的手术需要尽快完成 前者来说吧 女排新帅很可能会从 接下来的排超联赛中选出 因为在不需要给 非战欧运腾出时间的情况下 排协是有意的缩短了 排超联赛的赛程 那么很可能排协的目的 就是为了选拔 女排新帅的工作加快进展 至于朱婷的手腕手术到底如何的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恐怕不容乐观 因为朱婷从东京奥运会结束后就曾表态过 说会尽快的完成自己手腕的手术 而且朱婷在10月份的一次直播中 也谈到了这件事亲口承认了正在联系做手术的一生 但截至今日朱婷仍然是没有进行手术 这或许就在说明朱婷的伤情不容乐观 需要医生做好详细的规划才能展开手术 同时加上各国防疫政策的因素 外国医生想要与国内的朱婷会合显然也是一件麻烦事 因此来看中国女排队长朱婷是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最大考验 朱婷不能够及时的完成手术 那么按照她伤病的恢复周期来看 将大概率的缺席明年所有的赛事 当然这还是好的进展 如果手术后不能够达到百分百的恢复 这甚至有可能会影响朱婷未来的职业生涯 郎平带领中国女排失利东京的因素 就与朱婷状态不佳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朱婷再度缺席未来女排阵容的话 那么这给女排未来主教练的职教工作 也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吧 果真如此的话 女排心率恐怕也将遭遇郎平式的悲剧 因此中国女排需要尽快找到 能够代替朱婷的球员 避免这些危险的因素发烧 各位球迷朋友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如果您赞同我的观点 也请您给个点赞和关注 拜拜